这是今年6月2号 环平联盟在现场抗议 审查美丽湾开发案的环平会 这礼拜六22号将再次召开美丽湾开发案 就要举办环平大会 有环保团体接到消息 案子有可能会有条件通过 让反对人士大为紧张 也立即在台北召开记者会 也扬言要动员四部游览车 环团预估如果包括自己 前往台东县政府的民众 到场抗议的人数上看500人 面对反对派团体大动作集结 支持开发案团体也不甘失落 同时号召台东本地和刺痛部落的居民 也有上千人 周六到环平大会场外 还隔空向反对派呛下 也向警方申请了路权 主人场来保护环平委员来审查 台东县几乎九成的工会都站出来 站出来大概一两万人 这一次大家会跳出来 大家台东县民会这么多人站出来 替美丽湾讲话就是 因为不能再让外来不是台东人 来主导台东的一切 也不能让北部人 来扶手包到美丽湾是伟健的 误导民众 站出来就是我们的行动 主要的行动就是 不要让这个环团 太靠近这个环平委员 我们一定把它阻挡 不要让他们环平委员 去干扰到他们在环平 我要再次强调 我们都比环保人士爱台东 因为我们长期在这边生活 我们长期在这边努力关心这个地方 如果环保人士爱台东 我邀请这六百多位学者 我邀请他们来台东居住 来台东生活 来台东感受我们的环境 来台东感受我们的好 也感受我们的困境 那你就会了解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极力的 来支持美丽湾这个公司 这个开发案 来这么样让他们理解我们的困境 我们也要呼吁 我们来的民众要理性 第一个要理性 我们绝对因为我们爱地方 就不会做出无畏的 不礼貌非理性的工作 当然他们来 他们如果要很激烈抗争 我想这个我们要做 但是有警方单位 可以自己来处理 正反团体动员大车拼 台东县政府也做好 突发状况的应变 县长黄建廷也首度对中央喊话 若是中央出钱买下美丽湾 他就不管 我不知道中央要怎么介入这个事情 如果中央 如果中央愿意花一笔钱 去跟美丽湾把它买下来 然后他们要怎么解决那个问题 我都没有意见 除此之外 台东县政府除了依法 继续让这个程序走 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不知道他在介入什么 如果真要介入 最好的介入 就是你花钱 去买 买 把美丽湾买下来 那你要营运 要拆 要怎么样 我真的都没有意见 不要介入只是 出一支嘴 你应该怎么样 你要必须怎么样 必须怎么样 对不起 我要做的都是必须要 依法定的程序来做 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 就让环平很专业的 去进行 那么我好几次强调 今天已经不是 表达赞成或反对的时候了 因为已经盖好在那个地方了 你八年前来反对 如果我是八年前的县长 在这么大的 这么有争议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不让这个案子进行 但是今天不是啊 今天反对然后呢 反对就要拆吗 那拆了谁要赔 谁要负担那个法律的责任 这种都是讲很简单啊 如果你是县长 你愿意这样去做 然后让台东马上面临 十几二十亿的赔偿吗 谁要负担这个法律责任呢 不管支持者反对者 都有很多的声音 我们希望说 大家都要自治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开会当天 所有的智序 在外部的部分 我们请警察警协助来维护智序 发表意见 我们都可以让大家尽量来发表意见 可是这个是在场外 那至于在场内的部分 我们开放一定的名额 不管是支持者反对者 我们基本上都各办 这些名额开放进场以后 会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那发表完这些相关意见以后 我们希望回归专业 到时候会有环品委员 就他们的专业部分 来做专案的讨论 至于未来的结果如何 现在我们县政府 都不做任何的议色立场 希望由专业的委员 来做专业的评估 支持和反对的团体 隔空互呛 并且各自动员 要在环平大会外头拼场 为了避免发生推击的冲突 警方到时将调动300名警力 到场维持秩序 到底美丽湾开发案争议 是否能有结果 周六就能分晓 东台新闻陈敬业台东市报导